今天先教正手 好吧 最后来居上 OK 老师做主 就喜欢你这个 首先我们最基础最基础的 给大家教起来 先拿板 先拿板 正手开始教 开始正手教 拿板怎么拿 我给大家一定要说一下 我们拿板 一定稍微大拇指这一块 稍微松一点 一定记住了 这个大拇指 松一点 不能夹紧 夹紧的话 你这儿 钱币都是一个一团 没事 我这样 一团 大家记住没有 这都是一团 一定是放松的大拇指 你记住 你这个大拇指只要硬了 你这个筋 你看 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 这根筋是不是就硬了 我放松 它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个能看清吗 所以 大拇指 一定是个放松状态 为什么放松 为什么放松 因为你放松以后 才有回张 看到没有 有回隐 回张的感觉 你挑的时候 才会有鞭打 往前发力的感觉 一直挑不好 一看就是 对 所以大家挑不好的人 一定要认真听这堂课 我会告诉大家最基础的 然后到升阶 什么时候挑的 都会告诉大家 就今天 就今天兄弟们 大拇指 首先要放松 首先要放松 但是不能翘 也不能压 贴在胶皮和球拍的缝隙 这就可以 贴在这 直拍也一样 我给大家说 直拍也一样 这个手指头 这个手指头 不要抠得太紧 抠成这样不行 稍微 稍微 打开一点 因为什么 后边这个指头 是这样的 往回展 为什么 手上不能拿得那么紧 首先要告诉大家 要会回展 如果你大拇指太硬 压得太死 这回展不了 明白了吗 这是回展 我们这手挑 首先要打开球拍 和球的距离要展开 从这看 你不能这样挑 你先闪开距离去挑 展开距离去挑 好吧 然后 这第一个拿板 后边就正常了 后边这个 三个指头 包括这个食指 就是正常的拿板 第二个 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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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我们挑球的什么 什么 什么期 一定是上升 高点 这是高点 下降的初期 就是高点 下降初期 去挑这个点 明白了吗 去挑这个点 然后 球拍后影 能合上这个力 能合上这个力 我再给大家说一次 挑哪个点 高点的下降初期 这样的话 你这个能合上力 你如果是高点 球停滞在空中 你是靠主动发力的 不好打 或者是你挑 跳快点 起跳点 太赶 太赶了 也不好找这个点 吃旋转 对 吃旋转 有时候我们 直拍是一样的 点都是一样的 高点 下降的初期 和我们这个 合力点 都是这个点 然后再有一个 是什么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我们上去以后 我们刚开始 初恋的时候 初级训练的时候 先上着脚 然后站住了 去挑 上脚 站住了 去挑 身体 身体一定是要用的 身体带前臂 前臂带手腕 手腕抓手指 顺序来了 要考虑 对 要考虑 大哥你别打乱我 踩住脚以后 身体带前臂 前臂带手腕 手腕抓手指 击打出去 小鞭打的感觉 对 所以给大家说的意思 就是说 你首先要做到哪板好 然后第二个 求点知道怎么挑 第三个 发力的顺序一定要明白 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球拍 我给大家挑两个 按照大家的顺序 大家可以看 等 我站住挑 站住 到这 是停住的 记住 不能送 不能用大笔 而且快挑的话 是不是容易下网 他赶了 对 这球转一点我就下网 他赶了 球一定是跳到高点的下降初期 对 这个点 下降初期 手腕展开 看 手腕展开 一抓 抓球拍 身体 带着 这球滴了 一样往前跳 一样往前跳 你看 一定是这种 一定是往前跳 看没有 击打永远大于摩擦 甚至不要用摩擦 对 说的太好了 明白没有 一定看我挑的点 兄弟们 你们看我挑的点了没有 是不是 高点的下降初期 是 还是不是 是的 咱扣拨一 好的 感谢家人们送的小欣欣和小 碧尔 这个球有点转的 陈峰老师 这个球有点转的 对 一 对吧 挑最大的点 点一定要注意 我们球点球点 特别的关键 兄弟们 家人们 这个球点 你只要找到了 我后边 我会 刚才发的 就有点下雪 后边 我就会告诉大家 哪一个点去挑 哪一个点去 这个 去搓 就是我到时候会告诉你们 我现在把基础的告诉你们 好不好 一定要记住 首先 大拇指 要放松 其二 下降初期 其三 手腕要有回忆 一定要有回忆 如果你看 我给大家挑几个 没有回忆的 来 转就要加摩擦了 不是的 大家不要理解错了 你看这球 我不回忆 看见没有 手腕 不回忆 它是能挑上 这叫推 拖 拖 拖过去了 看 这叫挑 对 这叫挑 看 这球很转了 速度 加速的摩擦 不是 加速的撞击 对 来抵消这个旋转 对 啊 加速的重击 来抵消这个旋转 所以给大家说的 最多的一点是 我们去击打 调打的时候 把空间打开 一定要有发力空间 啊 上旋和下旋 都是一样的 都是由后往前 我再给大家说一次 啊 站在那 一动 好跳 是吧 手腕动不动 我刚才说了 手腕必须要有回忆 你不回忆 你怎么挑 一定要是回忆 往前鞭打的感觉 它肯定是动的 最后手腕 你看 你看我给你空泡 啊 展开 啪 啊 展开 啪 你看展开 啪 啊 前臂有一点 啪 啊 前臂一点 手腕加手指 直接就出来了 我用的是那个 呃 猪雀啊 因为猪雀有数啊 猪雀有数 我猜猜 啊 脚和搓球 都是上右脚啊 都是上右脚 收一点钱臂 千万不要做成这样啊 做成这样就完了 收一点钱臂 好不好 兄弟们啊 收一点点钱臂 击打的多一点 嗯 好吧 然后我给大家动一下条 动一下条 你们看一眼啊 我就稍微 我上下啊 动一下条 好吧 来 嗯 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站住 慢慢进阶的时候 就要动起来跳了 我给大家说了 想要我们 刚开始就要能进入状态 听课的 早一点来 八点钟 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了 好吧 拍行不要力啊 兄弟 这怎么跳 一定是展开 我再一次把这个版型 包括这个手上的发力点 告诉大家 一定是展开 那 现在我们这么引拍吧 展 外展 你没有外展 你没有 就没有打 调打这一下了 兄弟 明白了吗 对 没有外展 你就没有调打这一下了 为什么不是翻挑 正手没法翻挑 这个是违背原理的 违背原理的 这是没法翻挑的 反手可以 正手不行 调打 调打是什么 什么时候去用 给大家再说一遍 调打一定是短球去用 去用 而且球最好是高于球网 我们再去调 高于球网 高点的下降初期 我们去调 这是最完美的一个点 好不好 手背往后掰 你说的很对 然后我继续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我们上到球台以后 先练的时候是踩住地 踩住地的时候有点回引 你看吗 这个小腹 这一块要有点回收的感觉 明白吗 回收的感觉 回收去调 然后出去的时候 再释放出去 有点往前扑的感觉 大家能看到 观察到我这个意思吗 回收往前扑的感觉 千万不能站这 这就完了 身体是平的 身体一定是前倾 前倾回收 啪 跳出去 回收 啪 跳出去 一定有一点往前扑的感觉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不是小板公球 公球的话是钱币用的多 这个是手腕手指用的多 手指和手腕 大于身体的任何一个方向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你现在手腕手指的力量 大于你挑的时候 是大于任何方位的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记住 回收 回收 再去挑 把球含进来 往下落的时候 啪 接上这个力 身体包着球的感觉 身体包着球的感觉 直拍的手指 食指是放松的 对 给大家说了 这个手指头 是稍微卡着一点就行 但是记住一点 挑的瞬间 这个五个指头都是用力的 五个指头 我拿指板给大家挑 来 我也是很少练指板 我先体会一下 你看 是不是 放松 放松 是不是 放松 对不对 这个食指 食指不用太用力 后边三个指头 加上大拇指就行 为什么挑要这么挑 因为挑的话 这个指头 可以放进来 刚才我自己做了 你这么挑的话 挑不了 你这么挑都挑不了 直拍大家看了没有 这么挑挑不了 手指头可以卡进来 小一点 这么就好挑了 对 下降早期去挑 而且我给大家再说一次 上旋 这我再给大家分一下 没关系 我们欲担不转的 上旋球 由后往前挑 由后往前去挑 下旋球 有一点斜下方到斜上方去挑 明白我的意思吗 可以挑直线 但是直线的速度 没有斜线的快 而且力量不会太大 你看我这样给大家说一下 来 你这么发疯了 这么发 发个不转的 对 发不转的 对 碰过来 你看 不转的一定是 往前有点 推的往前 这种感觉 看到没有 是吧 你看 大家看看 不转的 往前往下挑 然后转的发一个 中性转的 对 这有点转的 往前往上挑一点 看到没有 往这挑 对不对 往前挑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有足够的力量 撞击把它旋转 撞没 明白了吧 啊 没事 你发转一些 没事 看到没有 啪 啊 因为是正好挑的时候 一定是身体包着球 看到吗 啊 所以我给大家说的意思就是 你去撞击越多的时候 啊 你的底胶旋转越好 你看 我越集中越好挑 我的我的我的 对 啪 啪 所以大家刚才说挑直线 你看 直线也是能挑的 但是 但是不会那么快 对 是要的是 挑不了太快 速度一点点 啊 对 所以我给大家说的 你上拳球正手挑的时候 啊 记住 你上拳球正手挑的时候 一定是 从后往前 往下挑 下拳是由斜下方 往斜上方挑 好了吧 啊 这次真学会了 是吧 只要你们学会了 我告诉你 就是我们 这个没有白教大家 啊 接下来 我给大家教一个什么 我教一下大家反手反跳